各位觀眾大家好 踏入苦年先和觀眾拜過早年 祝各位新葬力見龍馬精神 今天請來風水建築師蔣康文先生 和我們談談香港人最關注的議題 就是樓市 蔣先生你好 祝你新年快樂 大家這樣說 大家新年進步 明年就是任人 或者今年就是任人年 任人年就是水 人就是木 還有一個立陰 立陰就是屬金 所以就是一個金、一個水、一個木 但一點土都沒有 所以明年樓市就不太樂觀 以價錢來說 我不知道是因為二手的移民多 拋售或是甚麼 總之就會下降 但都 反過來說 升了這麼多年 但是就變成 上車的人就有希望 那些 泳池有物業 用來收租的人 當然不是很開心 這個就相對 明年整體來說也是這樣 至於你說 哪個月份 如果我要入市何時好呢 是呀 有甚麼時機呢 通常就是春天和秋天 秋冬 樓市的價格會去到比較低些 夏天就會高一些 所以這個你自己去做一個判斷 春天和秋冬應該比較低些 可能是入市的良機 但其實後年還是仍然 地產不太好 所以你是不是會引導後年 這個就是你自己去看你的決定 後年都麻煩地 可能投資的話就差點了 這兩年投資 是的 沒錯 但用家入市就可能有些好處 是的 我們國家說 樓市不是用來炒的 有甚麼生肖或年份出生的人 今年會比較適合入市或買樓嗎 今年屬豬、屬狗、屬馬 那些人比較適合 屬蛇那些人可能會小心一點 屬猴那些人可能會小心一點 就是這樣 為何要小心一點 買貴貨、錯貨、流水樓 很多各種原因 這些是個人的問題 不可以一一而舉 所以便要小心一點 即是無論是價錢上 還是買的質素上都要小心一點 是的 那有沒有說 甚麼區會看好一點 因為剛才施政報告 大腳、北部很多匯區 元朗上水那一頭的樓 又趕到很興奮 有沒有說甚麼區會比較好 還是北區那邊的地勢 今年可能比較好 其實不是 應該說北區的二十年地運都會好 但北區其實都分三個區 為何這樣說呢 近元朗那邊是屬於西北 屬羅湖那邊是屬於正北 屬於沙頭角那邊是東北 所以看看北的定義 用我們的風水角度 未來的二十年 羅湖那邊 即是上水羅湖那一帶 是會旺的 是非常之旺 但是那邊是現在沒有樓賣的 因為未開發 是的 所以很決定性是一件事 如果這個區開發了 會是我們城市的第二市中心 現在就希望政府加快規劃審批 賣地的程序 即是我們趕救 真的在二十年 即十多年 已經開始見到 或者三五年 就開始見到樓 那時候如果大家有興趣 那裡是一個好投資的地方 除了北區之外 有沒有說 香港其他地方 哪一區都在走運 或者前景比較好 講到九龍 講到北 講到北區 即是長遠 另外就是九龍的西邊 我的九龍西邊 未必一定是 心目中現在的人說的 什麼大角咀 什麼那些 可能是旺角 深水埗 那些重建的項目 都有機會是挺好的 是 是 是 九龍西是因為走運地運 還是怎樣的 九龍 第一件事 我們看風水 第一件事 就是要看 所謂那條龍脈 龍脈 是 但現在的人急風近尼 只是看時勢適合哪一件事 我問你 你想想 傳統九龍的有錢人住在哪裏 全都在中間 中間那些 又一村 九龍塘 何文田北 那些地方 那些是千年不變的 對 千年不變 對 所以你便這樣看 用另一個角度來看 對 有些地方 不會因為時勢變了 而它有大變 那些都是有錢人住 九龍有錢人住的地方 就是這樣 那條龍脈因為正中進來 但你說商業 那樣就不同了 商業為何解呢 商業當然是跟時勢 所以有時會看到一個地方 旺十多二十年 然後突然之間 靜了 旁邊那條街又旺了 又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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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的跟時勢來過 所以你看 商業就不同 商業就跟這些東西 即工商鋪運 可能十多二十年就轉一轉 但是 潮宅可能都是很長期 是 可以很穩定 是的 那條龍脈怎樣量度呢 其實 那條龍脈等於一棵樹 一棵樹的樹幹 就是所有樹的營養上去的地方 經過的地方 是 但是你想想一棵樹 去開花結果的地方 就一定是在樹枝 樹丫那裡 就不會在樹幹中間 那條龍脈 那條龍脈就是樹幹 但是 一定是在樹枝樹丫那裡 才開花結果 是科樹最燦爛的地方 所以 如果我們看一條龍脈 譬如香港的龍脈 最簡單的就是 由深圳不同山 到大帽山 然後散出來 但是真的開花結果的地方 就是我們廣島 九龍 九龍就是中間的那條脈 就是做開花結果的地方 是 是 是 所以有時候 我們經常說一句說話 山不在高 有仙則靈 那些有些是山仔的地方 反而往往是最靈的龍脈的地方 就是開花結果的樹丫 是 是 港島北都是受惠龍脈 是 隔離開花結果 是的 那你想想我們那些官 就是大部分 這些大官都是住在港島區 就是這樣 好 那謝謝蔣先生 今天來和我們說過一些 關於樓市要入市的重點 如果新一年想入市 或者想賣樓的觀眾 就記得留意我們以上說過的重點 好 謝謝蔣先生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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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